珍惜每一秒 每一分钟 每一天 因为我们还看得到明天啊 有多少人看不到明天啊 在中国的温州有一个老板姓王 他四十一二岁就走了 他有几十个亿 上百个亿啊 他搞房产的 最后在上海瑞金医院死的时候说 为什么医生是我呀 为什么是我呀 我有钱我不怕的 结果走了 他的太太嫁给了他的司机呀 他的司机跟别人说 过去我以为我们老板打一辈子工 是为他 我是为他打工的 没想到现在老板是为我打工 因为他的太太嫁给了他 带了八十七个亿 所以有的人有财 但是没有命啊 今天我们不追求财 我们会有财 我们今天不追求什么 我们会得到什么 这就叫随缘 我们今天有自己的生命 那是你唯一的财产 你人间拥有的再多 但是你失去了 你唯一的财产 你的生命 你就一切都没了 所以珍惜生命 就是珍惜佛法 懂得自己好好地 爱护自己的生命 懂得珍惜人生 你就拥有人生 珍惜佛法 我们就拥有了佛法 谢谢大家 大吃大悲观世音不散 大吃大悲观世音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